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拍摄库选视频被众多网牛举报 交警部门介入调查 违法 男子着急乘机伪造身份证 因过不了安检闸机被识破 周末了 今天全省天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呢 是不是适合出行呢 咱们马上来联系一下等会在室外的主播陈默 陈默早上好 刘欣你好 观众朋友们早安 昨天大风刮的是呼呼的呀 而且感觉非常的冷的 未来这个降温大风的天气还会继续吗 其实今天的天气啊 将会还不如昨天呢 因为今天呢 将会是本轮冷空气给我省各地带来影响最大的一天 大风 降温 还有这个降雨还将会成为今天天气的关键词 先来说一说降雨 现在呢 通过镜头就可以看到 室外已经是阴天阴的非常严重了 而且呢 现在室外的云层源很厚 感觉这雨呢 随时有可能降下来 今天呢 沈阳市会是真雨转多云的天气 那除了沈阳 预计在安山府 试问本西 辽阳铁岭地区 也会有分散性的真雨 入业之后呢 全省各地才会陆续转为多云 明天后天全省各地都会是晴天 而且目前来看啊 未来五天全省都会是晴天 但是今天呢 也将会是本周全省各地温度最低的一天 像沈阳今天白天最高温度将会降到只有九度 这个温度呢 可以说是上周的最低温度了 那今天呢 沈阳最高温度将会只有九度 而且风力也很大 西北风四到五级转 西南风二到三级 预计明天早上啊 沈阳的最低温度将会降到零下二度 不过呢 你也不用担心啊 因为明天全省各地就会开始回暖了 那预计明天呢 咱们辽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 都会回升到二十度左右 那除了沈阳 其实今天呢 像大理沿 锦州 朝阳 葫芦岛地区 降温也是比较明显 最高温度将会只有十五到十六度 安山营口复兴盘景地区呢 最高温度只有十一度到十四度 而其他地区的最高温度将会只有七度到十度 今天出门呢 要一定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而且穿的要比昨天还要多 那今天全省呢 将会继续昨天那种大风天 而且刮大风的地方相比昨天将会明显增多 那预计呢 今天像大连 锦州 复兴朝阳 盘景 葫芦岛地区的风力都会达到五到六级 辅顺 本西 铁岭的风力呢 将会是三到四级 其他地区将会集中在四到五级 不同的是呢 今天全省各地的风向 将会转向刮西北风 寒冷的感觉呢 相比昨天呢也会加剧 所以说今天出门啊 刚才说了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一定要小心着凉感冒 那另外明天早上的时候呢 也可以说是近期以来温度最低的一个早上 预计明天早上大连地区最低温度只有五度到八度 是阳府顺本西复兴辽阳铁岭地区将会是在零度以下的 将会在零下二度到零度之间 其他地区最低温度一度到四度 明天刚才说了啊 全省将会开启全面的回暖 不但风力会有所减弱 大部分地区会转向刮南风 而且呢 很多地方最高温度将会升到二十度以上 那预计下周的一开始 全省呢 将会稳步回暖了 像沈阳下周的最高温度都会保持在二十度以上 尤其下周一的一开始 沈阳的最高温度就会达到二十五度 而咱们辽宁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度呢 也将会是在二十四五度之间徘徊啊 可以说这春天呢 将会真的来了 而且我们先来看明天呢 咱们辽宁大部分地区将会正式进入到气象意义上的春天 现在呢 沈阳室外感觉温度是很低的 室外的温度只有五度 但是人体感觉比昨天同一时间段要冷一些 室外的PM2.5指数是27微克每立方米 空气相比昨天晚上呢是由所改善的 室外的空气质量凉 今天的日出时间是五点零五分 日落时间是十八点二十八分 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要说的是关乎大家的一件大事 您的养老金应来了17连长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印发 关于2021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 明确从今年月1号起 为去年年底前已经按规定办理退休手续 并且按月领取养老金的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提高基本养老金水平 总体调整水平为2020年退休人员月人均基本养老金的4.5% 数据显示我国基本养老金调整会计超过1.2亿退休人员 与2019年2020年涨幅为5%相比 2021年养老金上涨的幅度略有放缓 不过养老金的绝对数额仍然明显增加 老有所养 小有所欲 这一老一小是全社会都关切的民生问题 今日教育部做出部署 明确2021年继续面向农村和原贫困地区 实施重点高校招生专项计划 专项计划的实施区域报考条件 招路办法等相关政策保持不变 教育部强调 各地各高校要严格执行专项计划报考条件 健全资格审核办法 完善教育公安等多部门联合审核工作机制 认真核查考生户籍学籍等信息 严防报考资格弄虚作假 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 严格执行国家省级高校中学四级信息公开制度 畅通社会监督举报和核查机制 切实维护考生合法权益 各省级招办要加强对高校执行国家招生政策 和学校招生章程的监督 加大对专项计划招生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力度 对提供虚假本人信息或材料的考生 将认定为在国家教育考试中作弊 取消其专项计划资格和当年高考资格 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居民身份证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证件 以往办理业务的时候 如果忘带身份证就无法办理 费时费力有脑心 现在不用担心了 因为电子身份评证来了 记得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从4月30号起 我省居民可以通过辽氏通APP 在线申领身份证电子评证和驾驶证电子评证 去年12月10日 依托辽氏通APP 开通身份证电子评证在线申领功能 今年1月29日又开通了驾驶证电子评证在线申领功能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 现在已基本具备了推行和广泛应用的条件 从4月30日起 全省将正式应用 驾驶证电子评证将应用在路面检查和违法处理两个场景 机动车驾驶人可以按照自愿原则登陆辽氏通APP申领 民警现场查处适用检疫程序处理的 应当附和辽宁省轻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实施办法中规定 可给予口头警告警告处罚的轻微违法行为的 驾驶人忘记携带实体驾驶证的 允许其除适驾驶证电子凭证 身份证电子凭证将应用在全省各地 政务服务大厅身份信息核验 旅馆住宿登记 驾驶员信息查询等场景 居民可以按照自愿原则登陆辽氏通APP申领 另外交警也提醒大家 驾驶证电子凭证不等同于实体制实证件 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 还应当按照法律规定随身携带机动车驾驶证 本台报道 五一假期临近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游的计划 准备去哪里呢 今年五一假期的放假时间为5月1号至5号 一共是5天 根据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预计五一出游或将达到2亿人次 截至4月14号 五一期间机票酒店门票租车订单量 较2019年同期均实现了正向增长 而五一假期超七成人群选择跨省旅游 上海 北京 三亚 广州 成都 重庆 西安 厦门 杭州 深圳 位列前十大出行目的地 从机票订单增长情况来看 扬州 舟山 北海 敦煌 恩施 海口 三亚 或成为今年五一假期目的地黑马 出游主题方面 主题乐园 动植物园 博物馆 展览馆 建筑人文 是五一假期最热门的几大景区类型 计划有了那么下一步就是赶紧抢票了 按照目前全国铁路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定 今天开始就正式开抢5月1号的火车票 那伴随铁路客流的逐步的恢复 铁路部门预计今年五一假期 部分热门线路可能比清明小长假 更要一票难求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 那说完了火车票 咱们再来看一下机票 去年国内多家航空公司 推出了随心飞类型的机票套餐服务 但是近日有媒体报道称 随心飞类的产品套路深 兑换难 遭到了消费者的批评 民航局昨天表示 要求航空公司做出改进 从去年以来 新冠疫情对民航业造成巨大冲击 航空公司亏损严重 为了刺激市场需求 提高旅客出行意愿 国内部分航空公司 相继推出了随心飞 快乐飞等套餐类机票产品 因价格相对较低 使用规则灵活 受到广大旅客的欢迎 同时也对拉动行业复苏 提振消费者信心 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近日 随心飞类的产品 因套路深 兑换难等问题 遭到消费者的批评 旅客出行需求快速提升 尤其是假期期间 出现了200%至300%的爆发式增长 可兑现的座位少 条件多 难度大的问题 此外 因各备地区 疫情散发 航班条件 导致旅客已兑换的客票 无法正常使用 也引发了相关投诉 民航局运输司副司长 商可嘉表示 套餐类机票产品 是航空公司 在疫情期间 推出的特殊产品 在使用规则和兑换比例方面 有一定的约束性 近期我们针对这些问题 专门召开了会议 要求相关航空公司 在以下方面要做出改进 包括要明确和优化 产品的使用规则 加强信息告知 完善后续的消费者的 服务保障措施 目前多家公司 已经在和市场情况 推出了升级版的机票套餐 增加了产品规则的合理性和透明度 我们相信会更容易 为广大旅客所接受和认可 商可嘉表示 下一步 民航局将在支持航空公司创新服务的同时 加强监管力度 保护旅客合法权益 实实在在地增加 广大航空消费者的获得感 法国巴黎圣母院火灾 距今已经两年了 当地时间4月15号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视察巴黎圣母院修复重建 施工现场时表示 巴黎圣母院将如期在2024年 也就是火灾五年之后完成重建 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市中心塞纳河畔 是法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苦旗之一 法国政府曾在2019年表示 将用五年的时间 完成巴黎圣母院的重建 但受到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现场施工曾一度中断 浏览国内外大事百秒天下 为您梳理昨天发生的重要新闻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宣布 执行神舟12号载人航天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 及长征2号F1-12运载火箭 日前已分批安全运以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目前参事各系统正有序开展各项任务准备 航天原程组正在进行强化训练 中国海游日前宣布 我国首个千亿方自营深水大气田 深海一号气田提前近300天完成 全部钻完井作业 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预计今年6月底投产 每年将为粤港穷等地 供气30亿立方米 中国石化昨天宣布将利用全国3万多座加油站的网点优势 通过改建等多种途径布局油电功能站 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建设5000座换电站 据了解目前新能源电车的充电模式 以居民自有充电桩的分散式补电为主 伊拉克内政部官员15号说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当天下午 发生一起汽车炸弹袭击事件 造成5人死亡21人受伤 遭汽车炸弹袭击的地点 在巴格达东郊萨德尔城 一处人员密集的市场附近 事发地附近商户和车辆 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这两天 一股全能型的冷空气 影响了我国的很多地区 从15号到16号 它的威力不断显现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监测 在它的影响之下 我国北方部分地区 是出现了今年春季以来 强度最大的一次大风天气过程 在内蒙古以及华北地区 还出现了8到9级的阵风天气 部分地区的风力达到了10级以上 特别是内蒙古的局地 顺时的风力达到了14级 这个强度也是相当于 一个强台风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 这在陆地上是比较少见的 大风过险的沙尘 是一路的向东向南扩展 影响了我国北方十余个省趋势 根据气象卫星的监测 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的时候 整个沙尘影响的面积 是达到了85万平方公里 在咱们辽宁这两天 风也不小 不知道小伙伴有没有换发型 被风穿的换发型 那有没有迷眼睛呢 就算是不出门 在屋里听到这个风吹打着玻璃的声音 都能感觉到这个风到底有多大 比如说沈阳 昨天的西南大风达到了5到7级 沈北新区的最大风力达到了9级 铁锡区路边的两个大树呢 被连根拔起横躺在了人行道 和部分飞机动车道上 但是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大风天 大家要注意头顶的安全 4月15号下午的4点41分 朝阳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报警 受到了大风天气的影响 朝阳市龙城区 一美家园一处居民楼 六楼楼顶的太阳灯热水器 被风吹倒 那接到报警之后呢 指挥中心立即调派了消防人员 赶赴现场 消防员到场后发现 楼顶多个太阳能热水器 被大风吹倒 有的已经倾斜 马上就要掉下去 而且还不时有碎片掉落 十分危险 消防员带好安全绳索 上到楼顶 楼顶风大 人站立不稳 消防员只能用绳索 将被吹倒的太阳能板 绑在了楼的烟道口处 又将碎片清理干净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 待天气转好之后 再找人将太阳能设备取下 无独有偶 位于朝阳大街 和谐家园的一处办公楼 由于大风原因 一扇窗户出现松动 随时可能坠落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 有两名维修人员 正在试图维修破损窗户 根据现场情况 消防员对维修人员 进行安全保护 将即将脱落的窗户玻璃 先行拆卸降低风阻 随后将窗户框固定好 等天气转好 再重新安装窗户 这两天各地的风都非常的大 对于瘦子 还有一切底盘不太稳的东西来说 都不太友好 那我们同事的这个汇款单 被风瞬间吹走都追不回来 那这样的天 这样的天啊 头上的安全真的是头等重要 路人要小心了 主人们也要盯牢自己的宝贝 千万不要惹祸 风在大嘛 总有停歇的那一刻 眼下随着天气的转暖 我省各地都在有序的进行春耕播种 但在大连除了路上的田地春耕芒 海上春波也进入到了头苗的黄金时间 春耕时节在位于大连皮口的 中国辽生原产地平岛 随着气温和水温的汇暖 这里的中华辽生肿苗 也到了入海播种的最佳黄金时间 别看这一车车的辽生宝宝 模样没啥特别之处 但从育卵孵化到培育等 人家可是在育苗室里待满十个月 每天吃着天然耳料 喝着友谊军群长大的 也被称作是喝着酸奶长大的 水温达到12度的时候 是一个海森最能适应的情况 就是一个达到一个育苗室 加上我们这个养殖区的水温同步 这样是能减少它一个应激这个效应 所以说达到一个成果率是最高的状态 所以说我每年呢 就是掐在这个水温12度的时候 进行一个投放 随着水温达到最佳时间 一搜搜装满疗伸宝宝的投苗船 就开始驶向大海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两万多斤强壮的疗伸宝宝 率先投入大海的怀抱 在未来二十多天的时间里 根据天气情况 还将有五十万斤的疗伸宝宝 陆续跟大海亲密接触 并在平岛疗伸守护海区 全新开启长达两到三年的成长期 为了让这些疗伸宝宝的成熟度和营养 都能达到最佳 大连新羽龙研究院的专家们 还特地为他们精心准备了微生物保养品 这个微生态制剂 包括一些这个绿色的植物提取物 为代表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制品 它的特点呢就是 第一个没有药材 再一个呢就是对人体无害 还有一个呢说 不会让这个动物呢产生这种耐药性 因为我们知道抗中素越用户越多 而生物制品的话呢 不会导致它产生一个抗药性 所以呢就是我们说 海参作为一个食品 那么它的这个安全性呢就非常重要 那生物制品的话呢 这几个优点呢 恰好呢就能保证呢 海参的整个养的过程呢 做到这个安全 这个无亢 目前平岛共拥有2万多亩疗参守护区 育苗市规模18万水体 整体苗种产能200多万斤 从技术标准 作业标准到质量标准 检测标准等 平岛疗参能实现360度全方位保障种苗的优良品质 据了解大连鲜活海参年产量约7万吨 产值约200亿元 占据了全国海参年产量的三分之一 为助力大连海洋中心城市建设 平岛疗参守护海域 今年还将投放海参胶4.3万空方 进一步提高疗参原种的群体数量 擦量大连疗参种参苗名片 百秒秒评解读不一样的新闻 前几天下午 福建静江和贵州两地 当天他刚刚结束了在郑州的化疗 虽然自己病着 但是不能见死不救 好人一生平安 希望大远早日康复 当地时间的5月15号 2020届奈史密斯篮球名人堂的 入选仪式即将举行 仪式上迈克尔乔丹将担任 科比布莱恩特的篮球名人堂引荐人 入选2020届名人堂的名宿 一共有9人 科比 邓肯和加内特都在其中 由于疫情原因 本营在去年举办的入选仪式 推迟到了5月15号 科比生前接受采访时曾表示 希望乔丹或者是菲尔吉克逊成为自己的名人堂推荐人 如今他的愿望即将实现 可他本人却永远无法出现在这个重要的场合 这可能是名人堂最令人悲伤的画面 快节做的生活不良的饮食结构 近年来这个癌症越发的成为了困扰百姓健康 甚至是生命安全的重要疾病之一 在全国第27个肿瘤防治宣传周 有关专家提醒应该重视 癌症早期的筛查 科学预防癌症 数据显示 每年我国新发恶性肿瘤超过400万例 位居中国城乡居民死亡原因首位 远超心脏病及脑血管疾病 成为威胁百姓生命的第一杀手 而且很多癌症在早期症状不明显 很难被发现 癌症早期筛查尤为重要 此外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应该以预防为主 远离癌症 而最新研究表明 除了身体健康以外 心理健康对预防癌症也尤为重要 得癌症的绝大部分人 都有一个心理不健康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这个心理健康 现在越来越得到了关注 身边人之间的关爱 家庭的关爱 还有自己本身健康的心理素质 这都需要通过各个方面 需要维护的 目前 我省创建了国家肿瘤区域医疗中心 完善了省市县三级肿瘤防治网络 肿瘤登记 早诊早治 肿瘤药物临床监测 肿瘤规范化治疗监测 及制控等各项癌症防控工作 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俗话说 千金难买老来寿 意思是说老年人形体较瘦呢 是健康的表现 然而到底是不是应该追求老来寿呢 如果体型有点肥胖 是不是就不健康的表现呢 那健康专家就此给出了专业的建议 不少老人发现 即便饮食运动量与年轻时一样 也很容易发福 因此会选择节食 比如不吃某类食物 三餐改两餐等 以控制体重 不过专家表示 片面节食减肥并不科学 年纪偏大的老人 如果只是轻度肥胖 而且没有明显心血管疾病 不一定要减肥 因为这样的老人遭遇疾病或意外时 机体抗击打能力更强 临床上有不少老人 虽然体重超标 但蛋白质摄入不够 还可能缺乏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果再结食 会导致营养摄入不足 而且减重过多过快 还会导致骨密度下降 增加骨折风险 如果肥胖伴有其他慢性病 可适当减重 但应在保障基本营养的前提下 做到增肌减脂 专家建议 老人应该多吃牛奶 鸡蛋 豆制品等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 主食可用粗粮代替精米精面 运动方面 建议有氧锻炼结合力量训练 最好采取一些比较舒缓的形式 好关注更多省内新闻 一起来看百秒辽宁 日前全国五十一所高校 获得教育部批准举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其中我省沈阳化工大学 沈阳工业大学等六所高校获批 是全国获批数量最多的省份 我国人工光合成领域首个基础科学中心 4月16号在大连启动 人工光合成是利用太阳能将水和二氧化碳等 转化为太阳燃料的过程 该中心将集中攻克人工光合成太阳燃料的 关键基础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 近日依托于中国科学院水扬自动化研究所的 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自主研发的神经外科增强实现导航系统 完成了集成系统验证 并在冬奥测试赛示范应用 该系统通过增强现实显示设备 针对神经系统损伤 将挤住脑干叠加到真实的手术空间 实现三维医学影像 在相对应的解剖结构显示 精度优于0.5毫米 4月16号 全国基层公共文化设施效能提升工作交流会 在沈阳召开 现场成立了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院 我省整合省级优质文化资源 打造了集文化信息宣传 公共服务 文旅融合于一体的辽宁文化云平台 截至目前注册用户近20万人 最近在云南临仓 有一位消防员在救火以后 用消防车剩余的水给自己冲水降温 这个视频被发到网上以后 有不少网友纷纷地点赞转发 在向消防员致敬的同时 也是直呼心疼 这段网络视频中的消防员 是云南临仓市消防救援支队 盲定特勤站的夏嘉宏 不久前夏嘉宏和队友们奋战了近一个小时 将一处火情消除后 看到消防车出水口正在排水 于是便站在出水口下给自己冲水降温 当时体力已经很透支了 再加上火场温度很高 然后自己很热 这感觉已经受不了了 但是又不敢把衣服脱了 因为我们里面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 如果说把衣服脱掉的话 很容易感冒 当时就看到出水口再出水嘛 然后我们就对那个衣服的外面进行了一个降温 通常消防车在执行完灭火任务后 需要把水箱灌满再返回 但是由于当地地形特殊 不得不当场把水箱的雨水放空 也正因为如此 我们才看到了感人的一幕 03那边是山区 山路比较崎岖 拐弯很多 如果是执行完任务 还有半箱水 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拐弯 身后有好几吨的水在水箱里摇换 车身很难控制 急易侧滑 耍尾甚至翻车是很危险的 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剩余的水放掉 先快速回到这个补给点 再给这个消防车补水 消防员的工作不仅仅是救火 很多危急的时刻都会出现他们的身影 最近浙江清华的一名男子酒后轻生 在消防营救的时候 他忽然浑身抽搐 在关键时刻 消防员将自己的手塞进这个男子的嘴里救人 防止他咬掉舌头 4月10号上午 浙江清华义乌市苏西镇新勒大桥发生惊险营幕 酒味很重的 他边上都是那个白酒的那个玻璃碎片 然后我们就人情上 把他先拖到安全的地方 在营救一名酗酒轻生男子时 该男子突然浑身抽搐 并有咬舌倾向 你怎么个情况呢 消防员们何地将男子抬到了路边 但男子的情绪仍十分激动 危急时刻 消防员陈伟强把自己的手指伸进男子嘴里 直到队友来找笔 替代他的手指让男子咬住 陈伟强才能把手从男子的嘴里取出 随后消防员联合派出所民警 将男子送到了医院 据了解 男子平时滴酒不沾 当天却喝了三瓶五百毫升的高浓度白酒 喝完了 又拿酒瓶敲头自残 还把一些片段拍摄下来 微信发给妻子看 经过讲究 男子已经放弃了轻生念头 多亏这位最后还有一丝的理性啊 没有伤害到我们的消防员 都是成年人了 对自己负责 也要对别人负责 那现在很多人呢 喜欢在视频平台上上传一些比较酷炫的视频啊 吸引网友的关注点赞 不过呢拍视频也要分场合 千万不要像下面这三位一样 短视频的主角是一辆摩托车 配上炫酷的音乐 一名女骑士抱着头盔站在车旁 而另一篇 两名男子正在专注地拍摄 女骑士伴着音乐走向摩托车 视频上却是很炫酷 可拍摄者却选择在马路中间拍摄 周围的车辆穿流不息十分危险 而且视频上传到平台之后 三人不仅没有获得称赞 反而引发了很多网友对他们进行举报 接到举报后 台里交警迅速做出反应 根据车辆信息 及当时路面上的监控视频 找到了相关人员 不久后 视频中的三名人员来到了 凯里市公安局交警大队 民警依法对三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并进行了批评教育 当时就是回了视频的小过 然后直接就把车子往车型堂上的房间 然后就进行拍摄 我当时不知道 但是今天来到交警大队 接受了普华教育之后 我知道那天的行为是违法的 在这里我想对广大网友说 大家平时不要 所以把车停在新车道上 进行一些危险活动 请大家因意未解 凯里交警在此温馨提示 将车辆围停在车行道上进行拍摄 是违法的 也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请大家因意未解 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 温故之心 说谷论今 崇闻难忘的红色经典电影 今天我们带您走进临海雪原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重温红色经典电影的难忘瞬间 1960年由刘沛然 马吉星编剧 刘沛然导演 张勇手 王润申主演的故事影片 林海雪原 在国内供应 影片改编自曲波的 同名长篇小说 故事讲述了1946年 解放军 某团参谋长 邵建波 率领小分队 智取土匪 坐山雕所在的 威虎山大本营的战斗经历 成功地塑造了 侦察英雄杨子荣的 荧幕形象 刘沛然是 八一电影制片厂的 著名导演 他是一位电影艺术家 1951年 他曾经在著名的导演 成音创作的影片 南征北战当中 饰演张连长 受到了观众的好评 在临海雪原的 电影剧本当中 刘沛然更多地运用了 戏剧艺术的表现手法 同时尽力地发挥 电影艺术时空 灵活的优势 在人物的塑造上 他改变了 对英雄人物 高大全的表现模式 把杨子荣塑造成 有血有肉 有情绪变化 有人情味的人物形象 1960年2月 电影《临海雪原》开机 影片的外景地 选在吉林的长白山 当时正值深冬时节 剧组成员冒着 零下几十度的严寒 在没过膝盖甚至腰身的雪地当中 艰苦跋涉 完成了拍摄任务 回到北京拍摄内景的时候 又到了七八月份 正是盛夏时节 剧组还要在摄影棚内 耐着酷热继续拍摄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部电影 演员阵容可谓是群星会翠 昔日八一场的众多优秀演员 都参与其中 比如在影片当中 扮演邵坚波这一角色的 就是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 张勇首 张勇首生于1934年 今年已经87岁了 他14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十八兵团随营学校 15岁入选文工团 16岁跟随志愿军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24岁掉入八一场 成为一名职业演员 从那时起呢 他的电影生涯跨越了半个世纪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 荧幕形象 2018年11月10日 张勇首荣获第34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 终身成就奖 当天是他84岁的生日 全场观众启力 为他唱起了生日快乐歌 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激动地说 我只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我只是党和军队 培养起来的一个电影兵 过去几十年拍了一些电影 今天是我得到的 最重要的奖 是党和人民给我的荣誉 随着气温渐暖 在大连的新海湾海域 甭管是赶海吸水 还是扬帆起航 人进了一个冬天的新海湾 又逐渐地热闹起来了 开始正式进入了清水狂欢世界 春暖花开时节 为了能乐想乘风破浪的快感 经过专业培训学习 来自浙江州山的 18名游艇爱好者 在大连新海湾游艇港里 上演了一场紧张 而又不缺乏刺激的海上大考 随着水上运动建成时尚 大连新海湾 一直都是水上运动爱好者的最爱 目前报名来新海湾 进行游艇培训 翻船体验等运动的爱好者 络绎不绝 其中游艇培训已经排到了5月底 比往年同期增长10% 而且70%的学员都来自外省市 项目比较多 我们周边包括什么饭船 潜水 还有大型小型饭船 还有我们港口附近 还有新海湾这个地方的水质 环境什么都比较好 所以说他们过来觉得 咱们里面都是特别美丽 像一种过来度假的这种感觉 为了让更多市民游客 都能乐享大连的碧海蓝天 依托暗线资源 码头条件 配套服务等优势 除了游艇 翻船等热搜项目外 大连新海湾还将创新拓展 风浪板 水上摩托艇 皮滑艇 龙舟等大众化海上休闲运动 并适时推出 大连海上运动会等海上运动赛事 让大家感受向海而生的自由 领略大连的海上风情 现在翻船越来越多 所以说现在老百姓 也认识上也上去了 就是很多就培养孩子 这方面的兴趣 因为它算是一项运动 户外运动 再一个就是 现在这个路上这个娱乐项目 尤其像大连这种地方 可能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海上有很多 就是没接触过的项目 我们要举办水上运动会 都会有很多水上项目 让老百姓看到 就是一种 没有接触过的领域 就是让普通人都能 进海 这种能玩到海上的项目 随着气温和水温的逐渐回暖 目前大连星海湾 已正式进入 清水狂欢时间 在丰富水上活动的同时 从现在起到10月底 大连星海湾 还将对区域实行24小时 全方位全覆盖室监管 重点打击区域内黑岛黑车 等违规违法行为 切实让市民游客 跟大连和大海 都能有一段美妙而浪漫的回忆 最近在北京的大兴机场 乘客左某某 在自助过检验核验机的时候 出现了状况 他向安检人员出示的是 本人的身份证 但这个证件却是伪造的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 乘客左某某在过检核验室 出了状况 安检人员报称 有一人使用伪造的身份证件 我们的民警到场进行处理 这个人就是违法嫌疑人左某某 他的证件没有防伪标识 而且证件内部没有芯片 所以说通过不了安检的自助炸击 经过核验 民警初步判断 该身份证是伪造的 但左某某拒不承认 使用的是伪造证件 于是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 做进一步调查 后期承认所持有的身份证 是伪造 他伪造的是他自己的身份证件 他伪造的原因是因为想要出门 但是没有身份证件 所以说进行了伪造 做贼心虚 但是也有人啊 总觉得别人的智商没有自己高 所以这个胆子也很大 就像成语一夜账目的故事 拿着一片叶子挡住自己的眼睛 就以为别人看不见他了 那么下面的这件事呢 就是发生在杭州 要说这个出门在外啊 千万不能走外门邪道 但是管不住自己的这个暴脾气呢 也只能是吃亏的是自己 前段时间杭州渔航就有一个乘客 因为乘车费用问题和司机发生了纠纷 他不仅动手打了公交车司机 还对这个 到场的民警动手了 据了解 女子车费是两块钱 由于他用手机刷不出来 就说想刷给司机 司机表示 公司规定不可以支付给个人 于是女子脾气就上来了 打了公交车司机 民警 肿起来了啊 就是有点黑黑的啊 生意涉及后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突然呢就是 又肿啊 又痛 睡在肠上 睡下去 要跳 我们说春困秋凡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呢 大家这个春天犯困的现象 也跟着多了起来 每天都会有昏昏沉沉的感觉 那么应该如何去消除春困呢 专家建议 要想消除春困 就一定要找出春困的原因 虽然春困与季节有很大关系 但对于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来说 出现春困的几率会非常高 所以一定要有规律的睡眠 每天应保持七到八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春困 调整饮食很重要 不要吃过多油腻以及高糖分的食物 这些食物很容易导致血液当中的脂质成分过高 从而影响到血液的流速 一日三餐要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蛋白食物 这样可以起到稀释血液以及提高精力的作用 水果当中含有的甲元素含量很丰富 能够有效赶走春困 此外 适当运动能够舒筋活血 提高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 使大脑处于较为兴奋的状态 从而就会消除春困现象 对于上班族来说 还要适当减压 过重的压力会使人的大脑处于疲惫状态 很容易出现充困 那节目就到这了 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 是来自高秋子的《甜蜜代码》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第一时间 我是彭博 我们明天见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